大家好 我叫钟志芳 06年毕业于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江西人今年30岁 今天希望求得一份在南京的销售工作 谢谢大家 看到了我家好激动 江西哪里的 新宇 新宇 来 你的推荐里有 志芳呢 这个职业经理其实挺简单的 他一直在工厂里面做车间助理 后来生了小孩以后他就不能工作了 因为孩子的身体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 然后专心地照顾这个小孩 钟志芳现在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回来再做销售 我觉得你是胜任的 我推荐你 谢谢 你这上面好多空白的呀 特长爱好获奖经历 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同事眼中自己通通都没填 为什么 我不想提以前的事 因为提以前的事我觉得很伤心 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学生会干部 奖学金 所有的基本上我都得过 但是因为我现在要从事的跟以前呢 要告别了 我以前所学习的 今后我相信都用不上了 没有人可以忘记从前 也没有人可以骗过自己的经历 所以说这些东西你都必须会面对 但是你填这个简历 如果大家都说我不想面对过去 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我都不填了 不是我不想面对 是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特长 我一轮特长的 爱好中有吧 这个不重要 最关键是工作中难忘的事 我们之所以设计这样的表格 恰恰是为了了解你 你工作当中没有难忘的事吗 有啊 那你说 很多 很多那你为什么不填呢 这么多年过去的也确实 那个你把这表格填完整了 对老板也是个尊重 知道吧 是的 对不起大家 这是很大的减分 这有一个大问题啊 就是你的工作地点必须在南京嘛 必须在 他照顾家庭还 是的 必须在南京 这个逻辑也不成立啊 你南京是你买的房子吗 不是啊 对啊 你也是租的 你本身也不是南京人 你搬到北京来不一样吗 我小孩有自闭症 然后 是哪一型的 自立极度落后的自闭症 自立极度落后 自立 对 我知道了 然后到北京读这样的脱养中心 租房子啊 吃饭啊 就我现在能力 相对来说 我比较选择二线城市 因为我想让我孩子过得好一点 我上个班能养活他 心就心天能把他接出来 你错了 北京作为一线城市 才有治疗这个的可能性 专家也多 没有 这种病是终身性不可治愈的 我没想过他治好 我只想让他做好一点 你总希望他能开口叫一声妈吧 这很多家长自闭症 根本就不为了他有一天 能正常生活 不是 不是 我只是想这样说 咱有多大能力 就挑多少担子 那你坚持治疗了吗 这孩子 你这旧人同情让人可恨 不是 我们坚持了四年的康复训练 那你说今天这么一大班老板 大家真的想帮你看语能量 他坚持治疗了 我们坚持了四年的康复训练 他坚持自己治疗了 因为像小孩的发育是零到六岁 老子是基本上已经定型的 我们小孩已经满了六岁了 从零岁到六岁 我一直陪着他做康复训练 没有上班 从来没有中断过 除了学校放假 你老公也在南京工作吗 是的 我老公刚辞职 现在在南京 找到工作了没有 还没有合适的 我相信我跟我老公 就算刚开始在北京找工作 我也提供不了他这样的环境 因为北京的房租实在太贵了 其实你与其要这样说的话 你还不如回江西去呢 江西的费用更低 而且你还回老家了 不是 你要知道普通的父母 不需要给孩子留下什么 而作为自闭症患者的父母 需要给孩子留下一辈子的保障 是的 所以我 所以你的就业多重要啊 所以我选择做销售 其实感觉 因为我北京没有找到这样的机构 我在南京是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机构 他愿意接收这样的孩子 因为像这样的孩子 一般的学校是不给接收的 钟志芳跟普通的求迟是不一样啊 他老公已经没工作了 孩子又需要医药费 他就指望着他这份薪水养家呢 所以我才着急呢 好吧 那我们就这样吧 我们不说这些 我们先问一下你的能力好吧 你以前一直做销售是吗 不 我以前一直跟着 就像类似于像助理 那你觉得你能做销售吗 我觉得可以啊 你有哪方面的前置 我本身性格就适合做销售的 怎么说 当时选专业就选错了 你怎么觉得你的性格适合做销售 这样子吧 因为父母经常不在身边 从小到大我是自己一个人长大的 就是吃喝拉撒 全我自己管 这跟销售有什么关系 我要把自己销售出去 我才能吃饭呢 今天我到叔叔家吃 明天到大伯家吃 你要怎么样讨他们欢心 你才能吃饭呢 这个角度很独特啊 销售自己 让人家能够给饭给自己吃 你说说看 你怎么销售自己呢 像我妈妈有的时候出去了 不在家 自己要下雪天还小嘛 你几岁啊 我那个时候是十岁 十岁 对 十岁 然后我大雪天要去地里面搞菜回来自己弄 确实很冷的 然后我就会去我三妈妈家 我就会讲 三妈妈 你今天家里菜好香啊 我说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 怎么办呢 那个姐姐没回来吧 我就帮你找姐姐回来呀 然后我们刚好一起吃饭 你是边说边流口水 对 确实是 十岁 十岁就开始会夸别人家饭香 是吧 还有什么方式 一个是夸别人饭香 然后帮别人干活来销售自己 还有什么 其实干的最多的哈 还是拍马屁 拍马屁 对 你真的很会拍马屁吗 一般吧 拍一下神东君的马屁 他需要欧哥 看你怎么拍到恰到好处 又不那么谄媚 又让人舒服 好吗 你了解神东君吗 图灵珠宝的老板 知道一点点 你来欧哥一下他 沈总你好 我一看您这身形 就是经常做运动的人 你看你工作这么忙 还要花这么多时间 来管理自己 真是了不起啊 我觉得我要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这里的很多老板 都是这样 是这样子的 否则的话 没有员工会选我们 对啊 你看 就是因为您的管理能量 所以您能当老板 你看我就不行 要我坚持一天是可以 坚持一星期就不行 所以您是老板 咱是求职着 谢谢 主要是你没找到方法 如果说你在一个好的企业里面 有老板去教你 其实运动是件非常快乐的事 你还没有去享受这个运动 这样子啊 其实我也很喜欢运动 也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不知道沈总 爽不爽 我觉得挺好的 它从一个比较公众 大家能够看得出来的一个方面入手 确实我每天在锻炼 所以我觉得非常巧妙 我也接受 好 谢谢 但是光是拍马屁 不能成为好的销售啊 你还有什么法子没 我想尝试一下对蓝色 推销一下女色的肤肤品 你想推荐给谁 随便 随便 你挑一个皮肤最差的那个 长得最善良的王文刚吧 王总你好 你好 欢迎光临韩树肤肤体验中心 请问有什么需要可以帮您的 我怎么走进这儿了呢 你走错了是吧 那没关系啊 我看你这肤色 我是不是见过你呢 我看你这肤色好像没有以前亮的 怎么回事啊 咱们俩熟吗 知道 反正我这个觉得总见过你 但是总不记得在哪儿见过了 对 那我有事我现在先走了啊 但是我 您有事是见客户还是见能呢 我有很多事 就不能跟你聊太多 我走错门了 这事再都没有能重要 你看你肤色这么暗 怎么好意思去见能对吧 你见不了人 你也没好意思办事 那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是这样子的 咱公司有一套 专门针对蓝色的肤肤品 你要么先跟您试一下 你先用点我们的水 再用点我们的卤 保证你坏了一个蓝色的 水和乳就能变白是吗 肤肤水 我们的爽肤水跟肤肤乳液混 那我买中药好了呀 干嘛买你化妆品啊 中国人讲究的是 内外兼修 您吃中药条理的私底面 就跟做运动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内外一起兼修 效果会更好的 中药您也可以买 谢谢 好吧 你说多少钱 非常舒适 我觉得真不错 可以吧 谢谢 你要是不听她的话 你就没法见人了 对 她确实是就是 不管我怎么去串啊 或者跳话题啊 或者不给她任何话的机会 她能往回拽 而且拽得蛮自然的 宗志芳是我一个比较佩服的年轻女性 对于能力来讲 我其实觉得 真的是蛮一般的 咱们客观讲 但是她这种敢拼的精神 有可能为她的未来 赢得一片广阔的天空 来 我们第一轮判断去活流 还不错 我们直接进入天生我有才 好 汪文刚你是想说话 对吧 因为你刚才一直说到不错 你却灭了灯 对啊 其实蛮可惜的 就是如果你到我们的电商公司来 其实是也能有很大的发展 但确实我们没有南京的岗位 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 谢谢 其实如果你要不是坚持 选南京的话 我们这有很好的岗位给你 说句话 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南京的职位 但是我们可以将来给你有兼职的职位 可以 谢谢 谢谢怀之 好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刚才已经表演过了 要么我再试一下 刚才已经表演过了 就是销售 要么我再跟试一下蓝丝 卖一下女士服服品怎么样 智芳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本来不该打断 但是我觉得你这有点像准备好的 因为都是你自己在命题 不是 我们现在生活中 这样吧 我们打断 我们重新出一个命题 行 比如说把分期产品卖给银总怎么样 银总是一个普通白领现在 不是银峰 是银峰 他要买一辆车 是一个普通白领 对 就是我想问一下分期够什么 就是买车啊 买房啊还是买理财基金呢 就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银峰想买一辆三四万的车 然后呢 我们这里可以分期付款 对 你怎么样劝说他成为我的用户 年化百分之六的利率 你一个月付一万吧 行 你好银长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买个车 自己出去方便的啊 然后将来接送小孩也方便的啊 我没小孩还没结婚呢 那就更要买个车 咱层次上来了 找男朋友啊 结婚生孩子啊 我怎么就这么不爱听这些呢 在我看来这些不是钱不是车 这些可以代表身份和分量的 是的 我也觉得是 但是我是觉得吧 车叫代步工具 你说天天挤地铁 咱也是省钱的 但是我是觉得冬天挤地铁 里面出汗 外面吹冷风 特容易感冒 有个车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对 那个志芳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你们讨论的 他也许想买车 肉圆的我觉得 但是他未必愿意买 在你那里买车 大部分的情况是要做那些 他本来是有买车计划的 但是到你 如何让他到你这儿去买车 你刚才在销售过程当中 所有所说的一些 推销的那些语言 都涉及到什么档次 以物质为标准的档次 你完全可以说 买车可以提高生活效的 可以增加你的工作半径 可以提高你的生活效率 其实这里面不在一个频率上面 他们在讨论的 他刚才是在做一个品类的推广 要推广汽车 其实要 然后要到下一个层面 然后再要到摊子里再去买车 其实绕得有点远了 对 绕远了 像他这种担子比较重的人 他可能太迫切地 急于地想成功 太急于地让自己把货销售出去 如果说他要想做销售的话 也还是要 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就是找到技巧而不是蛮干 其实你在回答这事的时候 我特别提心吊胆 我特别希望他在居分期 在南京找到一份工作 好好工作能够拿到一份不错的薪酬 因为他们家就指着这份薪酬呢 对 你怎么样 居分期 你感觉他刚才的表现 你满意吗 我觉得他的临场发挥啊 各方面的一些东西是不错的 其实我还是觉得 他缺乏正规的销售的一些知识 但他还是蛮会察言观色的 其实中志方你明显是很适合 卖接地气的零售型 柜台型产品 即使你通过很好的培训 你有几个硬商 普通话的问题 逻辑信息量的问题 所以你可能要花很多功夫 才能走到更高的一个销售的状态 我觉得卖分期产品 你可能去选一些 比较低的大学生的分期产品 白领的普通的消费分期产品 对 但不适合一定说 卖很高端的东西 因为你毕竟代表企业形象的 第二轮选择 去火灵 好 还有三点灯 来 我们接下他们推进的十位 我们南京优胜教育的运营专员 因为我们是做教育 虽然我们不是做特殊教育的 但是我们有很好的教育环境 你的孩子如果愿意的话 也可以在这些环境里 免费使用我们的教育教材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到一个教育机构学习教育 对你未来帮助孩子是很有好处的 同时我给你这岗位 也有销售提成的 好 谢谢 多敏 那个智芳 我也是江西人 其实我们俩是老乡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就是区分期南京 南京站的销售 这样一个岗位 好的 东军 东军的大本营在南京 同龄珠宝给你的工作岗位 是我们比利时国里 蓝色火焰专卖店的销售人员 工作岗位有两个发展方向 一个就是向高级销售人员不断地成长 那么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呢 就是变成一个运营管理人员 好 接下来三盏灯当中 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开始 谢谢 有请罗敏 东军 谈闲不上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请揭晓 3000加 3500加 我要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的销售岗位 主要是靠销售提成 因为我们的客户顾问 收入的差异会非常大 高的可能有一万多 像你这样还是挺优秀的 可以拿到可观的收入 罗敏 你什么都别说 我这么支持你 你是不是得加点钱啊 你这太抠了 是这样的 这是之方 你在南京 主要的工作是 你会跟当地的本地的商户 去沟通合作 明年我们在南京的销售额 将是两到三个亿 我希望这两到三个亿 你能够去完成20% 没有 我讲一句 就我们的儿子在南京的 一个月的培训费啊 三千六 就是 这俩老板连三千六都没到 就我们的儿子一个月 就是每个月 我不吃不喝 罗敏 你那个销售提成 大概多少 你说两三亿 20%这就是 是这样的 如果它是根据不同的月份 和它是有个中和的 一个效果比的 如果说你能完成 预期的业绩的话 你的第一年的年薪 至少在十万 你愿意吃苦 你能出了一把萃的话 你达到那个 我们预期的数值的话 你在一年之内 就在一年之后的话 你是可以拿到公司的期权的 不是 那个 我觉得咱们 咱们这个选手不同啊 不是因为他是你老乡 是因为他的这个实际情况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能不能出于这种情况 企业也有点社会责任感 稍微涨一点 五百总行吗 好 三千六 就是当你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孩子的 每个月的培训费用是多少吗 是三千六 其实当你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自方 是坦白的 其实你要知道 你做的是销售 做销售的话 其实不是靠底薪的 我知道 你只有说你贡献多大的能力 你才能拿到多少的薪酬 虽然老板加了 那是他的事 但是我觉得以后 咱们不说这样的话 是的 谢谢 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了 谢谢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区分期 通灵珠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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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